现代人忧郁很重要的一点是想不通 家庭的谩骂 社会的嫉妒 工作场所的流言蜚语 所以 佛教有一个故事 说的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因为流言蜚语之后抬不起头 但是事实上并不像人们议论的那么糟糕 但是别人说她一句 她回家难过 自责自己千百句 她把自己关在家里 三天三夜不出门 第四天她非常的绝望想到庙里去 不上班了 去找法师聊一下 这时候庙里很清静 一个香客也没有 这时候无心禅师静静静的看着这个女行者 叹了一口气 叹了一口气 女孩子 女孩子烧完香就问无心禅师 师父 我该怎么样走出这些恶梦般的日子呢 然后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对着佛像发誓 保证 保证自己没有做过那些事情 我很清白 禅师 哈哈一笑 来 我带你到山里那里去走一下 女孩子跟着禅师走 我往哪里去 禅师告诉她 我带你一走 你就会走出心中的魔障 她跟在禅师后面 禅师带着她出了寺院的大门 他们在山顶上一片开阔的地站住 这时候山中雾气很大 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 十步之外 已经被雾气笼罩 根本看不见对 禅师指着一团 扑向他们的雾气 问这个女孩 孩子 你看 她像什么 女孩子看了一看 脱口说 像狼 禅师又让她看 另外一团雾气 像什么 这个女孩说 像虎 是啊 这些雾气 扑向你的时候 像狼 又像虎 张牙 张牙舞爪 但是你想一想 他们能伤到你吗 她 小女孩 迎着一团最浓的雾气 任她向自己扑来 闭上眼睛 可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也没有 法师说 流言 飞鱼 不就是像雾气一样吗 看它很强大 终归是一团虚无啊 我们人 我们人 虽然很弱小 只要你在人间 请生意立 充耳不闻 闭目不见 流言 飞语 毫不存在 法师继续说 也许在你的周围 充满着各种流言 飞语 各种的鄙视的眼光 因为我们人 总是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听到别人说什么 自己先难过 看到别人鄙视自己的眼光 又自己伤害自己 法师继续说 一团雾气几分钟之后 还会有什么特点 那个女孩说 这些雾气 只要到了我十步以内 就看不见了 但是在十步之外 它是一团雾 禅师哈哈大笑说 你已经了解了 流言蜚语的特点 对了 流言和误解 只是一片乌云 它只存在十步之外 十步之内 就是你的天地 十步就是外境 对你伤害 但是它不能伤害到你的内心 只要你有这个 佛给你的十步之内的保护区 不管别人对你怎么伤害 而你不伤害自己 别人永远伤害不了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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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